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佳佳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醬醋茶 食用油就是佳佳必备的调味品之一 而且油也是我们身体所需 热量的提供物质之一 最近有街坊打电话来跟我们说 他家买的食用油 开了风吃了三个月 都还在保质期内 但不知为什么 颜色就比刚刚买回来那时候 深了很多 就怀疑是不是变了质不敢吃了 难道开了风几个月的油 就会变质不吃了吗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平时我们为了省钱 经常会买家庭装的大桶油 这几个月是经常有的事 这位报料人说 开风三个月的油就会变质 那是不是真的呢 他家里的食用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带着疑问 调查员专门来到街坊家里进行调查 你看就是这桶油 就这个 对 就发现有味道了之后 没有再用了 对 现在不敢用了 你看我现在就是 他有问题 又买了一瓶小的油 你们打开来给我闻闻味道吗 你看一下 真的 你们家这个油 虽然还在保质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好大一股油异味 不知道是不是变质了 颜色就是比起刚买起来 就生了很多 然后你看味道 就是油果 对 很柔的味道 对对对 那这样吧 你先把这个油 然后拿给我 然后我就拿去检测一下 看看你家里的油 是不是变质了 还是怎么回事 好不好 好吃 那你就把这个交给我 谢谢 包装没开封的时候 通常食用油的保质期 是18个月 但是热心观众 阿曾小姐家的油 只是食用了三个月 那就出现了异味了 难道这个每日食用的油 真的这么容易变质的 我们都是走上街头 才来问一下街坊 一般家里的油 到底用多久 你们家那个食用油 就买大桶还是小桶的 大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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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小的了 因为用多久 有时候出差的话 就用的时间长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 两个多月 用一个月左右 你有没有听说过 就使用油开封多久后 就不能吃 都没有 没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那个吃癌固质嘛 你知道怎么看油变质吗 这个一般 都是两个多月吃完的 一般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不会看 那夏天的时候 没什么地方冬天 好像有一点了 我就跟他 你有没有沉淀的东西 或者有没有变味道 那些了 看来一般街坊 选买食用油 多数都是以五升大桶的为主 因为买大支点 就抵点 更省点功夫 而且街坊 都只会在购买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过期 而至于食用 或者放置过程中 食用油发生质量变化 就没考虑过了 我们经常说 食用油变质 到底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 油变质了 它就会产生沉淀 这个产生沉淀的过程 实际上是比较长的 就是说你看见 植物油产生沉淀 它可能已经全部变坏了 就是说我们测 这种油的一些特殊成分 比如说我们的过氧化值 或者是酸价的过程中 它会出现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意味着它的营养成分 会出现改变 甚至我们就是说 一些饱和的 或者是不饱和的结构 会出现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以后 会对我身体造成损害 原来判断食用油是否变质 不是凭我们的主观感觉 而是看它的过氧化值 和酸价是否同时超标 那既然有食用油国家标准 我们就可以对照国标和检测 为了检测清楚 食用油开封多久会变质 我们通过网络征求样品 很荣幸的是 不只一个星期 就有两位街坊给我们提供了样品 其中一位街坊家的油 刚刚开了几天 而一位街坊家的油 已经用了两个月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三个油药品 就是在街坊家 和暴力人家收集回来的 那到底这些油有没有过期变质呢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惠州一检品陈老师 给我们检测一下了 陈老师你好 在我手上呢 就拿着三个样品 是在街坊 还有爆料人家收集回来的 然后我们想知道说 这些油有没有变质 有没有过期 那我们要检测油的什么东西呢 检测固氧化值跟酸价就可以了 检测这两个值 对 因为这两个就是油的一个品质指标 好的 那接下来就交给老师了 麻烦您 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之后 现在老师应该是已经检查出来我们的结果了 那我们马上去看看 到底这些油会不会有问题呢 爆料人的那个酸价跟过氧化值都有超 酸价是4.0 然后过氧化值是0.25 然后街坊一跟街坊二的 他们的酸价都是0.25 然后过氧化值是0.03 那街坊家的有超标吗 没有 都是在正常值的范围内 但是爆料人的那个就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值 果然以森观众增小省家的食用油真的变了质 那为什么这个保质期明明是18个月的油 用了只3个月就变质呢 难道食用油质量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家的话就喜欢把那个油放在厨房 然后厨房在炒菜的时候温度比较高 你开封了之后又加上一个温度比较高 它就比较容易被氧化然后酸败了 专家说食用油尤其是植物油 很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是有自由氧化的特性的 食用油开封之后氧化酸败是必然的 尤其在储存不当的情况下更加容易发生 而回到我们耳心观众增小姐的家里发现 她家里的厨房刚好是西斜热 而且食用油就等在窗口那里 同时都是灶头隔离 这种高温光照环境下的油特别容易氧化酸败了 实际上储存方式 我们说食用油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已经打开盖了 那么我们在使用后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说要把它盖重新拧好它 就是让它尽量减少跟空气之间的接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尽量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太热 温度太高 也就是说不通风的地方经常温度产生比较高 或者是直接放在火炉旁边 那么这种高温的情况下 也会造成它一个很没变成的一个因素 那么如果是放置得好 实际上保存的时间也会很长 专家提醒观众 每次用原油之后 大家一定要密封好油的盖 如果有花甲味生成水壮物的话 食用油汁不宜再食了 此外经常换油罐里面的油 留上三五滴的量积壳 当油就快食完的时候 记得要倒油筋 切记在油筋里面兑换新的油 而最重要的就是油罐 不可以置放在靠近阳光的地方 避免高温照曬 食用油容易被氧化 而长期食用被氧化的油脂 对于我们肝臓是有很大的负担 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生长发育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你 就不要买太大硬的油 买适量的油 开封之后就尽快吃光 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你 会不会都喜欢吃些煎炸食品 但是又担心外面的油 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就会在家里煎炸食物 不过整大缸的油在炸完之后 如果倒了也很浪费 我打算装起来 下次煮菜的时候就做些炒菜 但是这些反复利用的油 油质又会不会被改变呢 食用油被重复使用 或者往里面加入其他些新油 然后重新使用的油 也就是传说中的鲜滚油 也都是连关时节 不少街坊市民 喜欢吃油炸特色小食 照顾客人的 一般煎炸食物 酷油多重复次数又多 那这种经过反复煎炸的油 会不会变质呢 一般街坊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从街头随机调查来看 大部分街坊都继承了 中国的传统良好习惯 就是勤劍接约了 会选用主角的油再炒菜或者凉拌 不过大家都比较慎重 一定不会再用超过两次的油 那到底食用油用多长时间 才算是鲜滚油呢 而为此调查员准备了一个模仪实验 究竟反复使用的油会不会变质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实验 首先我们会用同一锅的油 去炸三次薯条 每炸一次我们就会取出 相同样品的油出来 然后炸完三份 我们就会拿三份的样品去做检测 看看这三份油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马上开始炸油实验 那现在在砧板上面 我们就准备了新鲜 买回来的已经批好皮的薯仔 我们就把它切成一条一条 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瓶新鲜的花生油 我们是刚刚买回来的 应该都是比较新鲜 没有杂质的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实验了 又到了调查员展示厨艺的时间了 照下来的时候 调查员会不断重复 使用这锅油来拿薯条 这个简单的菜对家家味来说 应该是顺手黏了 好了,那这一锅新鲜滚热的 金黄金黄的薯条 已经大功告成了 这一锅油也是我们第一次炸出来的油 那我们首先就把这个 已经炸好了的薯条捞出来 然后就取第一次炸薯条的油出来备住 哇,是家家焦了 你还敢说这个是金黄色的美味薯条 不过大家都明白 我们正在做炸油的实验 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 好了,炸了一次的薯条 十分钟过去了 调查员先取出一份油样 然后用剩下的油继续炸薯条 我们现在就把第二次炸的油捞起来给大家看看 不过可以明显地发现 这些油就没有第一次的那么浓稠 反而是稀了很多 更加像水了 经过两次薯条煎炸 这个油已经变稀了不少了 正下来再炸一次薯条 这个油会变成什么样呢? 在第三次的炸油实验当中 我很明显地觉得这些油烟是很确后的 第二次那时只不过是工庇 因为现在油烟飙上来 我是有一些呼吸不太顺畅 不知道第三次的油出来的效果又会是怎样 我们等一下炸不住 留下来再看 炸完第三次的油之后 这些油更加像水了 对比起第一次的话 其实第一次的油 都是比较浓稠的 这样转的时候 都是有些黏碗黏碗的感觉 从表面看 三份油氧从浓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油的成分 是不是都会有怎么相应的变化呢? 为了调查清楚这个问题 加加带着这三份样品 来到了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进行全年的检测 陈老师 我们反复使用过的油脂有没有变化? 哦 经过检测的话 它的过氧化质跟生价 几乎都没有变化 几乎都没有变化 也几乎都没有变化 也几乎都是属于炸的范围内 这个炸的时间比较短 经过检测 经过三次重复使用的食用油的酸价 和过氧化质并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检测人员就表示 这个是因为我们煎炸的时间短 如果炸的时间过长的话 不但油会变质 还会产生致癌物质 那么植物性的油使用 比如说我们的花生油 我们的菜油 或者是大豆油 那么这种以不饱和 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一种油类的话 那么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之中 它的油会因为多不饱和溅容易氧化 那么这个氧化过程之中 才会产生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一些物质 那么也是在这个氧化过程之中 可能会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的 产生那么油炸的次数越多 产生反正脂肪酸的机会就会越大 专家告诉我们 反式脂肪酸 是对植物油进行氢化改性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人体非必需脂肪酸 因为反式脂肪酸被释入人体后 会容易导致生理功能出现多重障碍 所以它一直被称为餐台上面的定时炸弹 而且随着煎炸油使用次数增加 油脂里面的反式脂肪酸 也会成几何增长 那么相应地对人体的危害也越大 专家说我们可以把油清洁以后 比如说每一次炸过以后 我们可以测定它的酸价 测定它的氧化值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判断它是否有变坏的情况 或者是说有毒物质产生的困 但是可能在日常使用之中可能很难做得到 只是说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多次的反复的使用油炸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种类的食用油费点都不同 可用时长的都不一样 其中中旅油菜脂油的用费点比较高 比较适合用来煎炸食物 但是在烹饪的时候都要控制油温是低于200度 而且建议少用煎炸长时间烹调食物 一般用油次数不要超过10次 在煎炸过程中可以自行购买酸价 或者过氧化值试纸进行简单检测 以防油过度煎炸 现在市面上的油类品种有很多种 如果说不了解的人很难去判断什么油是好的 那有没有什么好计划可以判断出油质的好坏呢 我们立刻去调查下去 从网络调查来看 不少网友发帖提供一些食用油银别方法 其中这个大蒜法 说大蒜对地溝油的黄曲霉素最敏感 在油里面放一粒剁了皮的大蒜 如果大蒜变成红色 那就是用了地溝油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 如果食用油是良好的 蒜还是白色的 上一节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不少网友说 大蒜对劣质油的黄曲霉素很敏感 在油里面放一粒剁了皮的大蒜 如果蒜是变红色 那就是劣质油 为了验证这种银别方法 是不是有效 加加从不同地点 拿了三份油仰进行实验 现在三粒蒜头都已经放入三碗油里面 我们就来静后15分钟 看看这些蒜头会不会变成红色 好了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 到底这些蒜头有没有好像网友所说的 如果油里面含有黄曲霉素的话 会变红的状态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 这个在布料人家拿来的油 这个蒜头浸了15分钟之后 好像都没有改变颜色 也是比较白色的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新的油里面的蒜头 这个蒜头比刚才那一块更白色 是一边颜色那一边都没有的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 这一块 我们本身都可以看到 油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 也有点红红的感觉 所以这一块蒜头 虽然颜色不是太大的那一边 但也是有的叮变色 我们现在为了给各位观众看得更加明显 我们就把上面的油先捉了它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 那这样捉了些油出来之后 看到油是有些杂质在里面的 那捉了些油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蒜头略略是有少少的变色 但就不是十分明显的 那到底这个用蒜头浸油的检测方法 靠不靠谱的呢 我们一起去问一下专家 太简单了 黄芹素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美菌 它产生了毒素 这种毒素甚至是耐高温的 在我们炒菜过程中 加温加到100度以上 它都不会损害 它都不会损害 所以说 仅是因为用大蒜的蒜素的抗氧化性 来测定它 我估计这个是非常不准确的 这个大蒜鸡别烈质油的说法 已经被专家否认了 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鸡别妙招呢 网友说你知道 当然有了 有人说普通植物油要零度 而烈质油呢 在8度就可以凝结或者起泡了 把自己购买的食用油 放在温度8度左右的冰箱 如果凝结 那就是劣质油 这个说法又是不是真的呢 那倒是请家家帮我们做实验吧 这个是保留人家的 一个就是新开的油 还有一个就是餐馆的饭 拿出来的油 那我们就一一将它们放在冰箱的冰箱 8度冰箱里面 冷凉两个小时 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经过两个小时的冷冻 我们可以观察到 从热心观众家里拿到的变质油 还有刚才开封的食用油 以及从餐馆拿回来的油 都是没有出现凝固现象 难道这种鸡别劣质油的方法 都是不稳定的 应该是说 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越高 首先出现凝固的机会就会越大 那么含有一定量的饱和脂肪酸 并不代表这个油的品质有问题 专家告诉我们 由于製作的工艺和选出的原料不同 食用油的凝固点都不同 这个和油的品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所以都不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甘别劣质油的 但是专家提醒观众 可以通过三招 顺量远离劣质油 第一招 看 顺整的植物油请透明状 劣质油透明度会下降 有沉淀物 第二种 闻 可以在手掌上滴一两滴油 雙手合脑磨擦 发现时可以仔细闻它的气味 有意味的油 那种质量就有问题了 第三招 要试 吃起身特别利的 或者有酸败味的菜牛 就要引起警惕了 现在市面上所买的食用油 有很多种 比如说是花生油 菜籽油 芝麻油 橄榄油 等等等等 看到街坊朋友是花多 眼乱不知如何选择 而且这些油 因为它的成分不同 营养特点都各不一样 那应该怎样选 怎样使用 都是很有讲究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大豆油 花生油 和粟米油 大豆油里面 含有两种 粮体必须的脂肪酸 亚油酸 亚麻酸 可以降低胆固醇 促进而防的大脑发育 但是大豆油稳定性比较差 所以 是不适合高温煎炸 花生油可以有效地保身 以稳定性比大豆油好 适合炒菜 此外 花生油油利 夏天经常吃很容易上火 而粟米油容易消化 营养高 是高血压患者 和老年人的健康食用油 降低胆固醇的效果 比前两者都要好 中国人煮食 多少都会下油 所以这个油的品质 就决定着我们的饮食质量 大家以后 就要学会正确选油和用油 不同的油 在容器身 都有不同的讲究 而且还要记住 油开封了之后 就要尽快吃光 而且这个油 是不可以在高温当中 多次反复重复去利用 今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节目开头的时候 有掌问答的问题答案 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如果知道的话 就快点去答问题 拿取奖品了 好了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了 拜拜